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完成了我們的老城區之旅 我們就買了這個價值兩元AED的船票 上這艘船 會坐到對面香料市場和金街那邊 現在我們就上船 至於買船票的地方 我們就在馬頭的對面這間客戶服務中心 我們買票的時候 在裡面的兩個哥哥仔 都相當之... 沒空在這裡聊天 所以如果你不是找他買票的話 他都不會理會你 所以大家來到就要主動一點點 好 開船的船長已經啟動了船隻 我們這艘船大概是兩分鐘的航程 這樣就會過到對岸 耶穎的船目 帶一群全部都在於館 我們在陸 blue 我們就在衣服後 これで不想過 非常好 1個到達了 再加入炸氣 使用周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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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到拜的黃金街對很多香港的遊客來說 可能是名過於實 所以好像我們這樣走一會都已經想走了 所以走完黃金街之後 我們下一個會去到的就是香料街 其實看的東西是不是之前都看過呢 等一下就知道 很快我們就來到這個香料街 香料街周邊都已經有很多這些店舖 把香料都放出來 這條香料街就變成一些遊客 可行可不行的地方 因為外面已經放了香料 現在我們就帶大家看一下那些香料 其實主要的香料都是狀紅花 你會看到這裡所有的布頭前面 都放了一瓶、二瓶、一斤、二斤的狀紅花 我們就來這個落船的位置 過對面 其實就是正正香料街的位置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就是香料街的入口 我們現在就去逛一下香料街 其實這裡賣的東西就不是賣香料那麼簡單 基本上所有的紀念品 你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的 也都看到有些旅行團在這裡集合 如果可能你跟旅行團來 那這裡可能是一個集散的位置 可能就會約大家在這裡等 幾點鐘集合回去 我們現在就繼續向這個香料街裡面的店舖 就要盡快帶大家看一下 帶大家看一下究竟有些什麼賣 那就說明是香料街 這條街裡面就一路走 就會聞到一陣香味 但是這種香味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就都幾縮療 受不了的 那可能你就覺得那種香味 都影響到你的呼吸 那我們儘管帶著這一種 那種冒險、探秘和頂著上的心情 繼續走這條香料街 那現在前面看到這些 就是他們當地的香料 真是五花八眉筆都有的 那這檔的香料就另外有些特色 那這些就不是香料了 這些是食材來的 那這裡也不乎一些買紀念品的店舖 當中也有買一些豆呀 香料呀 超脆的東西 前面這幾種可以叫得上很奇怪的顏色的香料 尤其是這一種深藍色的呢 不知是些什麼來的 也都有一些是不同的顏色的 那現在這隻就是藏紅花 那這裡呢 很多地方都賣藏紅花的 那價錢我們就很賺了 那應該都不會太貴的 大家來到這裡賣東西 最重要是講價 那其實整條香料街呢 有很多條行的 有很多的街道的 那我們只走到其中一道 那其實賣的東西呢 都是千篇一律差不多的 那 那 所以大家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如果有心情的就慢慢走啦 沒有心情的話 看過就要做全數的啦 那今天呢 和大家走這個香料街 和黃金街呢 的行程就來到這裡了 那我們見到前面都出口啦 那我們在下一條片再和大家見面啦 掰掰